西君 李心一 欢迎你们的到来 我没有看过这部戏 但是你们刚刚一唱歌我很想去看 因为刚刚在舞台上我看到的是浓浓的情 而且是很富裕力量的那种情感 你们两个的合作真的很完美 让我听到什么是天赐的声音 我觉得很幸福 西君她的声音里面有柔美的坚毅的力量 而且对于一个女生来讲 我觉得她的那种成熟的美是非常打动人的 新一的表演应该是让我很惊艳 刚才那首歌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唱成新一那样的 我觉得我要给她演唱打极高的分数 新一这个表现可能跟她的师傅有些关系吧 你师傅是谁 我的师傅是胡彦斌老师 原来如此 李新一跟刘夕军两位都肯定是非常非常好的歌手 但是刚刚那个表演 能够让大家记住这个声音的能力不够 我觉得刘夕军她唱歌都是娓娓道来 非常的舒服 比如说刚刚那个歌 包括颤音的平稳度都是非常的四平八稳 但是这四平八稳的东西 我怎么在这么快节奏的情况下 一眼就抓住我 我觉得那是可以探讨的 然后李新一一直她的死穴就是节奏 前面的所有长线条的声音都非常漂亮 但是一旦到了有节奏的地方之后 有点不稳了 怎么样可以把你的声音 再把锋利的宝剑运用得好 我觉得那是关键 有一些问题想问西军 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她是歌手的身份 今天又再一次来到这 是希望让大家好好听她唱歌 我想要从她的声音里面 还有她的故事里面 再去更了解这个人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朋友 对我的印象可能会停留在比赛的时候 然后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淡淡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有一个三年的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 是我完全消失掉了 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些疾病 就是我的声音遇到了一些问题 然后三年的时间失去了我的声音 因为我一直都挺乐观 我当时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自己感冒 然后都半年一年两年三年这样子 心态上有变化 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吧 三年的时间其实足以放弃一个理想 但是我每一次想起来 我要不要放弃的时候 我都有一个声音跟我讲说不能放弃 因为放弃了之后就失去了你的一个梦 我要去找下一个梦太难了 因为我也会有失神过啊 但是他是长时间的三年 我觉得那个心里的状态其实是很难熬的 我觉得半年就很难熬了 他今天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歌手 他必须得精力体会 到最后在舞台上呈现出来 他所唱出来的每一字一句 才会有他独特的魅力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你为什么要选这首 是有特别的意义吗 因为刚刚唱了一首叫《想见你 想见你》 其实我心里也是有一个很想见到的人 对 然后这个人就是我 就是三年前就已经去世的爷爷 跟别人的爷爷不太一样 因为他双目失明了十多年 在他印象中我可能还是一个小孩的模样 其实我对他是真的是有遗憾 因为在他最后病危的时候 我没能看到他 因为他在就是SEO的监护室里 我现在我有可能心里都在想 一个盲人有的时候我闭上眼睛 他当时是多么的无助 没有安全感 边上没有任何一个我的家人 我现在就在想 如果当时我在现场的话 我尽管能跟我爷爷说一句 我说爷爷 我在呢 我在呢 你 他有可能身 就是世界都亮了 但是我当时因为没有办法 没有在他身边 我现在想一想 这都是我的遗憾 我能不能再唱一首歌 给我爷爷 我想让他再 另外一个世界 能看到所有的一切 能看到所有的光明 他的世界不再是黑暗了 对 那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 来 有请星 白月光 白月光 心里某个地方 那么亮 却那么冰凉 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 像隐藏 却覆盖 白月光 白月光 照天涯隔两端 在心上 却不在身旁 擦不干 你当时的泪光 在心上 却不在身旁 路太长 却不会原谅 你会不会原谅 你是我 不能言说得少 想流亡 又忍不住回想 想流亡 一路疊疊撞撞 你的困抱 无法释放 谢谢 爷爷我长大了 对不起 我那个 我其实今天 我第一次听 丁里青在大上唱歌 以前我没有听过他唱歌 我其实也是从小 跟爷爷奶奶感情特别好 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爷爷过世的时候 我没有在身边 他一唱歌 就是相同的那种情感 就会调动出来 你就会觉得 当你今天很好的 站在舞台上 你很动情 很光鲜地唱歌 可是你心里最爱的那个人 他可能 他可能看不到 你只能换一个自己的方式唱给他听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歌手的力量 是一个好歌曲的力量 他传达的是最真挚的情感 我真的被感动到 谢谢你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谢谢二位 接下来我们要听听 习君还有新一 对面有四位老师 你要选择哪一位 成为你的搭档 共同在舞台上 唱响我们的天赐金曲 你们的选择是 胡言明老师 胡言明老师 哇 哦 还受欢迎了 胡言明 受宠若惊啊 我是非常的期待 希望你们选我的 但是我又有另外一个声音 就是我很害怕你们选我 因为这两位在我心里 都非常的优秀 我觉得你们选别人的话 我可能就被动一点 不用那么地主动去思考 一定要做一个取舍 所以现在 要请胡言明老师 慎重地思考以后 给我一个你的选择 我现在 这两个人呢 所以现在 胡言明老师 到底你要选择的搭档 是刘锡君 还是李新一 请胡言明老师 做出选择 我建议这门 大家可以抢一抢人 这两个真的是好歌手 好了 现在 胡言明老师的决定 他的选择 已经在我的手里了 所以接下来 请我们三位老师 要做出你们的选择 是否加入到 我们的抢人环节 我要借着这个机会 好好地向 李新一表白一下 真的 因为刚才你所唱的 两首歌曲当中 给我的感觉就是 开口跪 再听醉 仔细一想 很纯粹 你歌声当中 传递出来的那种力量 就像是经典 对有机健康生活 十三年来的坚持一样 太棒了 真的 我觉得 你仔细地品一品的话 你可以从里面 品出一些 有机营养和美味的感觉 从他的歌声里面 我相信今天舞台上 一定会有一位 音乐合伙人 用他的会耳 听出你歌声当中的 那种年轻 阳光 积极 正能量的那种 有机的感觉 我在这里可以 立一个flag 如果说有哪一位 合伙人可以 今天选择你 作为合唱的嘉宾 一起来完成 这个作品的话 我就可以 干掉这一瓶 我们可以 现在就干一个 无关最后怎么样 先干一个 来来 干了这杯3.8克 优质蛋白的经典奶 好的 希望大家在喝 这个经典有机奶的时候 也可以获得健康 获得正能量 有请海权老师 没有选择 接下来有请 邵涵老师 请揭晓 好 没有选择 最后到了韩雪老师 请揭晓 李欣一 我要跟着我的心走 我真的被你感动了 我也希望在舞台上 能够跟你有合作 谢谢老师 谢谢 好了 欣一是否愿意 和韩雪老师 组成搭档 三 二 一 再分数一下吧 今天都好难 欣一你要相信 相信你的初心 我觉得 我有答案了 我愿意 跟韩雪老师 组成搭档 好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现在要 首先恭喜 欣一和韩雪 组成搭档 马上来揭晓 胡怨斌老师 他最终的选择 他到底选择的是 欣一 还是刘希君 刘希君 恭喜 恭喜 刚刚我纠结了好久 我其实觉得 我感受到 韩雪刚刚被你那个 唱给爷爷那首歌 打动 他稀里哗啦啦 我找了 到处找纸巾 没有找到 然后我在想说 他有可能会选你 这个时候就只能堵默契了 但是你们两个人真的是 让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左右为难了 谢谢各位老师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考虑到这一点 帮我们的胡怨斌老师 和希君呢 选定了一首歌曲 选定了歌曲 在我们节目录制之前的天赐的声音 节目官方微博发起了推荐歌曲投票互动 最终网友票选第一位的歌曲是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所以现在这首歌就是二位 在接下来舞台上表演的曲 谢谢老师 加油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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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